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农委会编列预算研究,宠物登记措施以狗脸辨识取代植入晶片,受医师分析,食物上的操作有难度,因为要让狗别贴近拍摄镜头,宠物狗或许还有可能,但流浪犬方位心强,不太可能会配合。 农委会序幕处处常见要轻轻抛出,敢用脸部辨识科技强化犬只登记的议题,至于农委会序幕处统计,全国犬只植入晶片,完成宠物登记率平均达六成左右,为了吸引还不肯带狗狗植入晶片的四组完成登记,农委会序幕处规划明年编列三百多万元的预算,请学者研究脸部辨识系统。 据中央社报道,序幕处动保科科长江文权表示,美国已有业者申请到动物脸部辨识技术专利,辨识的关键在于笔纹。 中华民国受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培中表示,狗的笔纹有专一性,重复型并不高,但是在操作级准确上有难度。 陈培中表示,管理重点的流浪犬方位心较强,不太可能会配合让狗鼻贴近拍摄镜头。 陈培中指出,政策要运用的科技应采用研发纯熟的技术,在科技未达纯熟的现阶段,不太可能被接受。 前台北市受医师公会理事长杨静宇则建议,向办法突破四主心房提高植入晶片的意愿,比较务实可行。